謝謝各位 那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是我們中西大學 人設中心這邊 跟一些無事工作團體 一起合作的一個成果 那我們也很希望 會藉著這樣一個場團 有機會跟大家 從未來我們有一些合作的機會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臨場可以看得到 這個都市裡面都會有一些團體導覽 那這些團體導覽的一些工作 實際上都會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話 就開發了一個APP 那等一下會在 我大概會再講到 差不多一半的時間 會請我們工作夥伴一起上來 帶大家虛擬導覽一次 如果你用的是Android手機的話 你可以先搜尋一下 改裝人文城市這個APP 等一下可以先安裝 就可以使用了 那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個APP 最主要的功能 其實有三個 一個就是團體導覽 一個就是歷史演表 那另外當然就是好吃好玩 那接下來 我就是大概跟大家 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操作 等一下大家如果有些下載的話 你也可以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得到呢 我們的這個操作 第一個畫面出來的話 是這個團體導覽 我們會給你 我們標示的地點 這個內容 所以我們這邊擺了兩個icon 那這兩個icon呢 等下去之後 就會看到的是這個樣子的一個畫面 那再來的話呢 就可以控制你們 然後讓你們看到同步的畫面 那接下來可以看 先給大家一段小小的動畫 你就知道我們同步的效果 就是像這個樣子 我們的這個系統 最多一次可以大概 可以將近100個人的導覽難題 不過實際上這個導覽的時候 根本不會帶這麼大房 我們大概二三十個人 就大概是一款了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也是一樣的技術 我們也放在我們中心大學的校園F 當中也是同樣在做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它可以這樣做到來呢 很多時候有人會問我們說 是不是我主控單的手機 去控制到其他的手機 要做配備的元件 答案不是的 因為我們呢 有一個中間 有一個VLiNiDiNiBase 所以呢 我們只要資料 你做怎樣 主控單的做更新 你背控單的做即時更新 而且它不限定 你只有一支手機 它可以比別多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剛也提到了 你可以有一個導覽解說員 然後來控制 讓所有的聽解說的這些民眾們 一起看到這樣的畫面 那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功能 就是我剛剛也提到的 我們這邊的話呢 有所謂的這個 舊照片疊合接井這樣的一個概念 像現在這一張照片的是 台中公園 吳欣平 那我們就把它很精確 把它疊出來 讓你看到 那這是我們的後台的畫面 我們怎麼樣建立歷史文表 以及呢 我們怎麼樣呢 用簡單的操作呢 就可以把這樣的地點 標示出來 所以呢 其實我們開發這個系統呢 讓那個相關的 民主工作人員呢 他們在建立這樣的資料的時候 是非常方便 容易上手的 那至於呢 我們最後一個功能 所謂的好招牌 其實我們重點是 我們並不打算 自己呢 一直去 maintain 這些資料 而是呢 利用這個周邊呢 一些相關的業者 他們自己的 Facebook 那我們呢 可以把 Facebook API 把所有的資訊抓過來 然後再做恐怖的呈現 所以剛剛大家看到的這邊 其實出來的東西 就是我們已經先把很多的 這個 這個業者的 Facebook 它的速度呢 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我點下去之後 就可以看到 他的 Facebook 上面的最新消息 那我們相信這個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一直不斷提供最新的訊息 好 那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App 不曉得大家已經下載了沒有 來 如果還沒有 還沒有的話 你可以少瞭這個 QR 好 那對不起 我們目前這個版本 只有 Enjoy IOS 是因為它上架需要 比較常的什麼的事情 所以我們等到要開發了一倍之後 我們才會再把它正式推出 如果你安裝好了之後 請你選擇 台中公園 團體導覽 然後呢 一小時按 好 那當你選了這個之後呢 接下來你第二個動作 請你選第一個人 因為今天等一下我們請第一位 導覽人員呢 來跟大家做導覽動作 所以請你加入第一盤 第一盤你進去了之後呢 要請你 進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記得這個大鈕這邊 你應該是紅色的按鈕 紅色的按鈕 接下來就是你不受控制的情況 所以你參加我們的導覽 你要自己滑 你就維持在紅色的狀態 但是如果你想要 跟著我們在做導覽 他就平民 切到綠色的狀態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開始被控制了 那接下來 你就把很短的時間 請我們這個夥伴們呢 一起來做一個虛擬的導覽動作 那麼多